21岁的少林小子张岳在一场离奇的火灾中 双腿严重烧伤 着火的原因还没弄明白呢 更严重的问题来了 小伙子的双腿已经烧焦了 想活命只能从这个地方一下高位截肢啊 医生说你要腿还是要命 那你选吧 没想到那小伙子张岳毫不犹豫地说 我要腿 我们的护士 我们的大夫 我们的过去大夫 对张岳还是有感情的 我们不把他当成一个一般的病人 是个很坚强的孩子 医生说了 传统的手术刀啊 无法正确判断好肌肉和腐坏肌肉的准确位置 你一不小心损伤了好肌肉 碰到血管 那损失将更严重了 没常规疗法 不是个常规的治疗 银里的有几万种 我们比较熟悉的 对我们北方比较熟悉的人 有家银 家银就在普通在家里 回来回去那个小苍蝇 苍蝇 医生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提到这个东西呢 就听副主任接着说了 我们的非常规疗法啊 就是营区疗法 通俗点说 就是把苍蝇的幼虫放到张岳腿上 让他们去吃掉那些腐肉 按照张岳烧伤的面积来看 那治他的病啊 估计得需要十几万条幼虫 那是医生软给你用曲折疗法治吧 这是 那是进口下来 这是 你是 哎呀 要是蛆这个东西啊 似乎只配在毛坑里呆着 听着够够够蛮人的 他还能治病 能救人 医生说了 这里面有所不知 早在200年前 拿破仑的军队就使用了这个方法 为受伤的士兵治疗 后来呢 这个方法又被推管到了美国内战 还有医战 但上世纪40年代 抗生素出现了 营区疗法呢 就成了一种简陋而不科学的统方法 现在呢 风水轮流转了 新一代医生又不喜欢抗生素了 又重新青睐起这种自然疗法了 不久前啊 英国约克大学的医师生 就用这个疗法 治愈了600多名英国病人 那他的科学根据是什么 这个曲是幼醉无恙 是通过曲 分泌虫消化液来 消化液有一代没没了 什么这些没 这些没的就是生物没了 把这些坏子的阻止溶结了 然后它不是吃肉了 是喝糖 把这溶结的什么喝糖 也把细菌把毒素都喝到毒素 作为它的营养 它经吃腐肉 简单说就是坏死的肉 健康的肉 它分泌的那个 它的嘴里分泌的那个霉啊 对那个没有消化的功能 脂躯腐烂组织 专门吸收细菌和毒素 这么听着 这蛆虫还挺任劳任怨的 似乎也没那么招人讨厌了 而且就张悦目前的情况来看 你不截之还要保命 这办法刚好对症 医生说了 怎么样小伙子 有没有胆量试一试 哎呀这理论是一回事 放在自个身上 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您琢磨琢磨 身体的感觉 恐怕一般人就撑不住